字幕作词 李宗盛 诶 老师我们又一起订三明治诶 一起吃吧 哦 乔伟你刚运动完 你也赶快吃东西这样恢复比较好 不是不要啦 我在减肥 给他吃好了 他刚才那么瘦 好啊好啊 反正我那么气 我还可以多吃一点齁 诶 等一下 蛤 怎么了 体重跟肥胖不一定是成正相关 要看你身体组成才知道 身体组成是什么 身体组成就是你身体 有什么东西要构成 我们身体基本上有一些肌肉 还有脂肪 还有一些骨头 所以你一样的体重 不一定是一样的肥胖的程度 所以我们要去测身体组成才知道 哦 那我们走吧 走 我们现在去测 走 你看你的体重虽然只有53公斤 可是你的体脂肪已经快31%了 31%有什么高吗 那我还可以继续吃咯 诶 等一下 31%已经非常高了 诶 很高吗 那标准是在哪里 以30岁以下的女生来讲 你的体脂肪要低于25% 那30岁以上的女生要低于30% 那男生就是个减5% 哦 所以我这个年纪应该要在25% 那如果过高会怎么样吗 如果体脂肪过高 那就是一种 你就是肥胖 那会大大提高你慢性疾病的风险 你得到癌症 心血管疾病 或者是糖尿病的风险就会很高 你们不要这样子 你们还很年轻 就不在意这些东西 嗯 好 谢谢老师 体重的高低跟体型的大小 都不是肥胖最主要的关键因素 你最重要的要看你身体的组成 你的肌肉跟你的脂肪的多少 才是最重要的事 哦 谢谢你